环球时报记者27日获得的最新调查报告 进一步揭露了美国对西北工业大学组织网络攻击的目的 渗透控制中国基础设施核心设备 窃取中国用户隐私数据 入侵过程中还查询一批中国境内敏感身份人员 并将用户信息打包加密后经多级跳板回传至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 6月份西北工业大学曾发布声明称 有来自境外的黑客组织对西北工业大学服务器指示攻击 9月份相关部门调查显示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攻击 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 全程参与了此案的技术分析 研究团队经过持续攻坚 成功锁定了TAO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目标节点 多级跳跃 主控平台加密隧道攻击武器和发起攻击的原始终端 发现了攻击实施者的身份线索 并成功查明了13名攻击者的真实身份 最近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表明 TAO长期隐蔽控制西北工业大学的运维管理服务器 同时采取替换源系统文件和擦除系统日志的方式 销痕隐身 规避溯源 网络安全技术人员根据TAO攻击西北工业大学的隐蔽链路 渗透工具 木马样本等特征关联发现 TAO对我国基础设施运营商核心数据网络实施了渗透控制 不禁如此TAO通过掌握的中国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斯科PIX防火墙 天荣性防火墙等设备的账号口令以合法身份进入运营商网络 随后实施内网渗透拓展 分别控制相关运营商的服务质量监控系统和短信网关服务器 利用魔法学校等专门针对运营商设备的武器工具 查询了一批中国境内敏感身份人员 并将用户信息打爆虾密后 经多级跳板回传至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 细节显示北京时间2020某某年3月7日22点53分 TAO通过位于墨西哥的攻击代理148208某某某某 攻击控制中国某基础设施运营商的业务服务器211136 通过两次内网横向移动后 攻击控制了用户数据库服务器 非法查询多名身份敏感人员的用户信息 同日15.02分TAO将查询到的用户数据 保存在被攻击服务器目录下 被打包回传至攻击跳板 随后窃密过程中上传的渗透工具 用户数据等攻击痕迹被专用工具快速清除 此外TAO运用同样的手法 分别于北京时间20某某年1月10日23时22分 1月29日8041分 3月28日22时00分 6月6日23时58分 攻击控制另外一家中国基础设施业务服务器 非法多批次查询 导出窃取多名身份敏感人员的用户信息 针对西北工业大学遭受TAO网络攻击的技术分析行动中 中国打破了一直以来 美国对我国的单向透明优势 掌握了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充分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 TAO在实施网络攻击中 应操作失误暴露工作路径 根据介绍 20某某年5月16日5时36分 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人员 利用位于韩国的跳板机 并使用nopen木码再次攻击西北工业大学 在对西北工业大学内网实施第三级渗透后 试图入侵控制一台网络设备时 在运行上传py脚本工具时 出现人为失误 未修改指定参数 脚本执行后返回出错信息 信息中暴露出攻击者上网中端的工作目录 和相应的文件名 从中可知木码控制端的系统环境为Linux系统 且相应目录名系TAO网络攻击武器工具目录的专用名称 此外技术分析还发现 美国仰仗自己强大的技术优势 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攻击窃密者 都是按照美国国内工作日的时间安排进行活动的 肆无忌惮毫不掩置